婆婆喜欢和儿媳住 一天要往儿媳家跑好几趟 94岁的她腿脚不便爬不动楼梯 最多只能到儿媳楼下 一遍遍地喊着儿媳的名字 等着儿媳把她带上去 但自从儿子中风去世 家里就没有撞钉了 靠儿媳帮她上下楼出了男还是男 没办法又把婆婆送回去 到了婆婆家才发现 婆婆要上个厕所 得先跑的小马拉松到屋外走廊的尽头 再爬上小山一样的楼梯 婆婆曾在这摔了好几次 后面摔怕了 直接在屋里用弹鱼如厕 儿媳有心接她一起过去住 但家里的条件比婆婆家还差 儿媳的房子原本是百年老弄堂 后面改造成住房 厕所和婆婆家一样在屋外 不同的是厕所旁家的厨房 一到晚上黑漆去一片 怕出意外儿媳也用弹鱼如厕 卧室只有一个 二十几岁的女儿到现在还和妈妈一起睡 女儿从事平面设计 老夜猫子了 两个人经常互相影响 妈妈被女儿影响睡不着 女儿被妈妈影响工作没法专注 房只出现意外没人知道 妈妈登高爬低去拿东西的时候 家里的门总是留一条缝隙 这样的家让婆婆来住 就是狼给绵羊引路 危险极了 女儿见此报名了节目组 希望节目组帮忙造出一个适合养老的房子 实现两位老人想住在一起的心愿 节目组找到了擅长老房子改造的设计师 那就是设计师陈彬 也是一个老倒霉蛋了 设计师来到妈妈家现场勘察 第一次出镜难免紧张 打招呼的话变成你家采光很差 确实客厅北面没有窗户 单靠阳台的一扇窗来采光和通风 是一点用都没有 白天也得开灯 电表转的比风扇还快 去阳台还有两个台阶 妈妈曾经装修的时候 工人不择手段都敲不动这个段差 打不过就加入 妈妈就加了个台阶 来到卧室 卧室只有一张大床和女儿孤零零的工作台 里侧有一扇隐藏门 门后面是通往阁楼的楼梯 伸手不见五指的飞 阁楼堆满了杂物 还有一张床 原本是一间卧室 空气不流通和层高太低沉的杂物间 最麻烦的是做饭 厨房在外面 冰箱碗厨在室内 妈妈做一次饭得来回跑好几趟 一日三餐都是这样 步数很难不上万 最后妈妈带着设计师来到婆婆家 婆婆听到设计师可以让她和儿媳住在一起 对以后的生活开始期待了起来 在婆婆的期待下 改造正式开始 熟悉的拆家小分队上门拆家 工人们先从卧室的小阁楼开始拆 一顿小锤锤猛砸过后 阁楼只剩了个木架 现场兼工的设计师瞅了一眼木架 木料意外的保存完好 刚好留着做新的阁楼 改造刚开始就省了一笔钱 工人小心翼翼地把木料拆了下来 露出来的全部结构出乎设计师的意料 屋顶的最高处有6米 梁下的高度只有3.85米 阁楼不管怎么搭建高度都会受限 这难不倒设计师 设计师决定露出一部分木梁 格局直接打开了 新的阁楼空间不再压抑 这是女儿的新房间 边上是客厅 底下是妈妈的房间 还有婆婆的房间 这下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房间 设计师还把卧室里的楼梯移到了客厅 秉着空间不浪费的想法 楼梯下方的空间被用来放洗衣机 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 然后蓝路虎出现了 阳台被拆了个金光 还把地面降了下去 中间的高段差还在 担任着地梁的重要角色 它要是被拆了 最轻两边的墙体倾斜 最严重就是整个房子坍塌 这可吓到设计师了 找个结构专家来折磨一下 经过结构专家反复测量 这地梁是个直老虎 只对两侧的墙壁起到连接作用 听到这话 刚结构开始上班 专家在保证结构安全的情况下 地梁 足 设计师勘查了一圈房子的管线位置 最终决定把阳台分为两部 一部分作为用水区域 一部分是厨房区域 厨房上方有一个露台 设计师就在二楼的走廊上开了一扇门 妈妈一家人就得到了一个可以放松的空间 接着设计师还顺手改了公共区域 看到邻居家油烟机不得行 直接给他换了个新的 露台上堆积着邻居捡的废品 设计师想要把露台改成可以放松的区域 但是邻居怎么都不肯 最后看到公共区域改造后的样子才肯改造 经过两个多月的改造 汉润里的这套百年老房子改造完成了 妈妈带着婆婆前来收房 房子的外观与周围融合得很好 开门进去是崭新的公共空间 一扫之前的阴暗变得明亮无比 搀扶着婆婆来到二楼 二楼的天井变成充满现代感的空间 杂物都移开 空间的利用率更高了 打开门的一瞬间 两个人同步露出不敢置信的表情 客厅洒满了温暖的光 现代化的家具和温暖的木头相结合 门口有一个换鞋凳 凳子里装着一家人的家居鞋 设计师还细心地安了一个扶手 方便婆婆坐和站 新房子地面全部都是无障碍 婆婆直接把拐杖都丢了 墙上还有一家人的照片 还有女儿的设计作品困入其中 婆婆的表情仿佛在说 啊对对对 哦粉色的沙发让人忍不住想坐一下 还有一个老人专属摇摇椅 两个人轮番享受 看来妈妈和婆婆更爱摇摇椅 拉开玻璃门 里面是新的厨房 厨房很大 设备一应俱全 边上就是一家人的用水空间 该有扶手的地方都有扶手 就是有点绿 还有个可变形的凳子 婆婆坐上去妈妈就可以帮她洗澡 还能自己起来 来到婆婆的房间 房间风格简约现代 墙上也挂着女儿的作品 看到床婆婆直接走不动的 必须先享受一下 旁边还有个无人摇的摇摇椅 还有一个储藏室 作为婆婆与妈妈房间之间的隔断 另一侧就是妈妈的房间了 墙上摆着当初结婚时的摆件 以前闲采光差 现在反而要拉起窗帘才可以 窗台还摆着几盆妈妈喜欢的盆栽 回到客厅 爬上楼梯 引入眼帘的是一个玻璃走廊 女儿也可以在这边安静工作 也不会被人影响 拉开帘子就能看到客厅的每个角落 孙女的房间陈设简单现代 配有一张单人床 走廊上的小桌子可以当化妆桌使用 这时设计师偷偷上门 婆婆一看到她就抓着手不放开 感激异于眼表 设计师开始为一家人讲解隐藏功能 设计师带着妈妈一家来到走廊的露台位置 婆婆上不去 只好拖上去 看个露台真不容易 露台摆满了盆栽 以后妈妈可以娇娇花 也是喝茶看书看风景的好地方 厨房的中导台面还带轮子 要是挡路了就把它推到边上去 随心所欲的想放哪里放哪里 楼梯边上还有一个大型鞋柜 专门放一家人的鞋子包包等 另一侧堆满垃圾的露台 现在变成了一个植物园 墙上的植物可以换成吃的青菜 可以说是很接地气 还配有高科技自动灌溉系统 浇水都不用 种上直接等着吃就行了 共用的厕所也变了模样 而之前的厨房改成了女儿的工作室 窗外就可以看到种满绿植的花园 在这边工作接待客户都很不错 为了方便婆婆上下楼 设计师专门做了一个升降电梯 婆婆只要往上一坐 然后自己控制 按一下按钮 上下楼谁都快不过它 有了这个电梯 婆婆终于实现了和儿媳一起住的愿望 一家人将在新家继续书写 属于自己的篇章 可惜的是 电梯被邻居们认为会干扰自己的生活 而被拆除 露台也重新堆满了垃圾 女儿的工作室也变成了储物室 原因是因为邻居会在公共走道上睡 工作室进出不方便就用来堆杂物 而婆婆只住了一个月 不想麻烦家里人 后面就去了养老院 但是婆婆的房间也依旧留着 房子的样子还是跟刚改造的时候一样